娱乐之上小蛮一起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波狗杯的比赛战报 呃这周波狗杯的话是诞生了比较多精彩的比赛 我们慢慢来看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边的ZDR 紫色的兽竹啊 另外一边右边是英斐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个人遇到的概率就特别的特别的高 之前输了后再也不相信TR了吗 这是000在问这边的英飞吗 还有什么意思 TR太难打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对 ZDR跟英飞两个人碰到了概率 真的最近已经是连续第三次碰到了吧 对不对 好这边我们看到ZDR呢 说TM跟TS太难都不太适合打 而英飞呢说TR比较的难 打兽竹太难赢不了 这是这明显是在上次我记得大家跟大家说了 ZDR是2比1战胜的英飞是吧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就怎么样呢 因为之前我记得再前一次ZDR说啊 哎呀某次都能勉强赢你一局 2比1 BO3的比分比赛 我赢你一局 等于没赢吗 是吧 等于没赢吗 逃在三的话 你赢一局跟没有赢一局 这没什么区别啊 随着上次ZDR是2比1 终于是搬回来了 哎这次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效果怎么样 还得要看实在这种检验 是吧 最近的话 小Y的零食店呢 也是上了一个 换了一个新的肉松饼 对之前是特香包金丝肉松饼 现在是换成有成的肉松饼了 对有成的牌子更加大一点 大家可以去小Y零食店看一下 小Y零食店淘宝店看 还是那个价格 100份100A4元 顺风抱有 对 性价比不要太高 就问你这一波 来不来 好 双方前期一些各种卖萌啊 我觉得 就应该直接喊一句 这场比赛我要赢 什么什么什么 打不过打得过 这场比赛我就要赢 好 首发英雄应该还是戴法师 没有任何疑问 四年头三秋首发在一安上面已经快绝技了 绝技对 不代表没有 昨天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给大家分享了一篇 关于0.00随机打比赛的一个 一个一个文章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Y的微信公众号小YTV 了解到最新的一个信息 小YTV好吧 这边是ZDR ZDR的话是 哎 哎 砍掉了 水人家这边也是练了一个图环 这边也是个图环 苦工这边注意拉扯 看来待会要民兵双性练一下 水人已经到位 水人已经到位 接生把这点位练完 商店有吗 有商店 好办事 将这个苦工给杀掉 然后大法师有可能练这个点 对 这个点其实不大 而且 而且这个有惊喜 还有惊喜 点位不大 惊喜多多 接生踢了压高 直接往下走过来抓这个点 哎 但是英飞现在 不对不对 哎 这个事情不对 民兵双线连击 肯定没什么问题了 哎 英飞这边双线连击 把农民给练死了 这个事情有点稍微的过分 怎么会把农民给练死了呢 按理来说这个农民应该不应该死掉了 大法师并没有往前练 而是选择 招一个水人去对方家门口 健身这边是切男胖子 有没 都点点也点不到 哎 点到了 买了个将手套 这个点还是要练的 对 还要练这边的一个311 都是经验啊 现在这边有两阶 一个大无敌选择卖掉 对 这东西的确在前期作用很很一般 用不上 对吧 用不上前期用不上 当然后期有用的 好的 这边我们看到看看能不能围大街 把 对吧 健身两级 二本科技已经升到一半了 商店补下去 这场比赛因为 哎呦 这个地洞 我觉得这个地洞有点问题 苦工这边钻出来修 贴上去五个苦工修 这个有点修不住 有三个水人 因为怎么被他抽出三个水人呢 也倒是 这个水人能抽到三个 在一 在两级大法师 能抽出三个水人 还是比较难 比较的比较的 比较的少见 大机被卡里面 这个大机估计要走远了 将军都一开 走 最后一个火球没有飘出来 两点血走掉 操作倒是非常犀利 但是这一波肯定是亏了 对肯定是亏了 敢不敢 大机反过来敲掉这边了 哎呦 不 这个大机给敲死了 好的 这边我们看到地洞是被压制的 这场比赛应飞应该是优势很大了 这场比赛应飞应飞应该是优势很大 再打里面的地洞 哎呦 我靠 这地洞感觉是直接被打爆了 这局 这局真的是被打爆了 大法师往外走一下 有斜剑是追大法师 砍这边福特曼 再砍掉一个 又砍掉一个 好地洞起来了 这局真的是被打崩了 没选了 福特曼四处都是 哎 这个大机是有点稍微溜的 被冥冰一下子给敲爆了 好吧 当时雷迪拉也是往那边一拉 估计是拉过来以后也没没操作 这样的话被因飞 拿到这个大机的经验了 这我觉得 这样的话大法师到三级都不是梦想啊 甚至有可能二本科技完成以后直接就来一波 也不是不可以 二英雄选择的是瘦王 雷迪拉这边选择先练一下这个国庸兵营地 当链接效率的确是比较慢 只有两个大机练起来比较吃力 比较吃力啊 这样面现在这个因为地洞被打掉一个 所以导致结果就是这边的一个二英雄啊 现在出不来 然后二本镜子就肯定不能放了 好今天升到三级 看看能不能利用一下三级建设 这个点还是可以利用一下大法师这边看一下 呃 苦工这一次应该是能修 哎 这个机动 这个机动 这个机动要修 这个机动要修 再一个猪 对 把卡住位置 两个猪加水人加瘦王 对 这个要 这个要修 这个肯定得要修 哎 这怎么不修啊 怎么没修啊 哎 怎么不修 而这 这局应飞应该说的机会很大 这局应飞机会很大 优势很明显 优势很明显 ZDI已经是彻底被打崩了 在之前我记得有一场比赛 因为就在这样一个局面下 被人家兽主给干翻了 不过那 那场比赛是 呃 不是这种应该是对方是向南汉塔出来以后 先把对方的这个两个英雄队杀掉 才有这样的局面 这局因为没有向南汉塔 估计有点难 大法师躲在这边 哎呦 这大法师也是 也是有点溜 哎呦 这样的话 砍福德麦都没前途了呀 我觉得还是要砍这个大法师 只有把大法师给杀掉 才解决问题 像这种福德麦对吧 送给你有怎么样呢 送给你有怎么样 术王这边待会可以不行买个血瓶 健身有点有点有点稍微乏力啊 砍了半天发现砍不动 想砍大法师 看看人家有个血瓶 算了 有个血瓶就算了 敏捷兽可以吃一本 三四人口的银匪补一个名房 然后卖聊爽一爽 这一波的话 因为现在他优势比较大 逼的是在下方起来补一个摸坊 这场比赛ZDI是有点稍微难了 银匪 刚刚那波在 在那个两极大法师的时候 是斩出了三个水人 一波鸭子 鸭子这边那边是没喘过气 然后阿本一波一波的TR 两个迷你塔 我觉得唯一能下功夫的就是在对方的一个 这个大法师身上 如果能把大法师给秒掉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毕竟大法师鞋子都没有 我觉得还是有空间的大法师 健身一定要买清醒吃一下 对他一定要买清醒 待会有两极疾风波 外加这个输出的健身啊 还是有机会打死人家大法师的 这场比赛只能杀大法师的 别的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把塔给扔下来 两根塔 这个塔的位置放得非常刁砖 小猪过来 吹药膏 先起塔 不管不及待往前推进 有塔慢慢来 啊 这边受人的话 等一下这边下来荒唐 有下来荒唐 有妖术 外加健身的输出 还真是有机会杀大法师 呃 有一个女巫的一个减速 而且这个女巫的蓝还比较多 有150多点蓝 那这样的话有三到四把减速 来这边先切塔 这个塔先切掉一个 几峰步一下 砍这边的一个蓝屋砍是一个 这部队太少 真的部队太少 这真的是输出不够啊 大法师妖术一下 好强杀大法师我觉得就是这个方法 但是权力不得中减速 大法师吃一个血瓶再走 减速给到建设 减速给到建设 这边女巫是这个诱击在了 在大法师身上 他并没有操作 减速给一下 再往回走 有减速的话 大法师不不容易被追杀 在这边绿皮大击 基本上全部被杀光 两两两小猪 两两水人 这输出他已经起来 因为这场比赛非常稳 所以我们看到这有些时候 呃 之前我记得优伤比赛就是前期 稍微的那个大击啊 补刀稍微狠一点 稍微补了那么一个刀 因为就崩盘了 对大法师没有到两级 而这场比赛 前期一个地动一压爆 诶 人主就取得一个绝对的一个优势了 塔的反应已经研究完毕 所以我们看到 魔尔之马三是一款 非常讲究细节的游戏 它不像星期之马 不一样那种感觉 星期之马二是大开大合 大场面的一场比赛 而魔尔之马三是很讲究细节和 场面 在中型场面吧 不能上大型场面 板斩车已经出了 但是对方的法师数量很多 网住这边的两 两个女巫 没有白牛的话 这狼骑兵中减速以后非常吃链 再砍这个板斩车一辆 继续砍掉这边的一个女巫 就再一炮 还有砍死一个 法师还要注意好位置 但是这个塔已经已经把这祭坛快点爆了 因为这边继续往前修修修修 修防御塔 这边还真是 哎 还可以狼骑兵被砍死 再往一个狼 再往一个 但这个狼骑兵中减速以后很吃力 大法师火球飘死这个狼骑兵 升到了三级 非常可怕的一个等级 其实有狼骑兵的话 配合这个 呃 配合板斩车杀法师还是比较不错 但是一定要这边两张板斩车 还感觉能顶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这个时候还有两个狼骑兵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玩玩 现在就只有两个板斩车的话 加一个科多 就其实就很难了 对因为正常来说这两个板斩车 至少能把对方的塔给赶出去 推不进来吧 不能说赶出去 但对方现在两极水人是冲上来 你你你怎么你怎么顶 科多顶 科多吞一个 吞掉一个 哎 这个可以 但是这两个猪 板斩车血量被耗了有点多 对 血量被耗了有点多 这法师冲上来 这么强行点你 换你车子 换你车子 好 又干掉一个女巫 再把这个猪给杀掉 雷达还真是够够坚挺 加了一攻的一个板斩车 对 因为有个科多在 因为这边大法师现在蓝也不多 所以的话唯一的一个水人 还被人家吞掉了 两极水人被吞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需要来个狼骑兵啊 对 要需要杀伤这种的法师啊 这边我们看到 因为 狩王跟大法师也是坏的很 跑过来点你这边的一个地洞 对 反正我也不亏了 我在这个位置你健身也不敢上来 杀我这边一个农民就顶多了 健身这边扛血扛的很伤很伤的 因为这个塔有反应啊 所以注意下血身血量 哎哎哎哎 这个塔有反应的 这个塔有反应的兄弟啊 这边地洞已经被打掉 基地的话也是被人家打各种的骑射 现在看到只有一几 所以的话健身也是很吃烈 要高了 估计还没有时间吃 主要还是前期这个地洞被压掉 否则的话不至于这场比赛这么狼狈的 现在这场比赛 因为已经是稳健的很 狼骑兵网住这个蓝屋 哎对 这个网住以后杀还是比较比较猛的 这问题是 现在杀一个蓝屋 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看到这边升到两极 一刀波倒是应该有 这个基地现在有点招不住了 有点招不住的基地了 基地有点招不住 这是应该最最忧伤的一件事情了 基地可招不住了 基地要被人家点爆了 健身这边冲出去 人家一个减速 你健身就有点只能游泳 一刀波应该能给吗 有一把一刀波 健身被点死 GG 还是说前期那个地洞啊 因为那波展出了三个一级小水人 对虽然有个水人血量很少 但是没关系 三个水人的输出外加三个 三到四个弗特曼加大法师啊 瞬间将这家的地洞给点爆 那这样一个局面 像这家是还能打成这样一个局面 我就觉得已经不错了 对很难打 这种被打爆一个地洞的情况 要真的是非常难办了 因为你卡一个英雄 那英雄出来太慢了 现在他出来的时候 就黄花色已经凉掉了 所以这局比赛应该说 因非的这一个 两极大法师的时候 那波压制压的是非常的到位 压的时候人是喘不过气 好的也是恭喜这边的因非 拿下了本场比赛 下场比赛马上再见 谢谢大家